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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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方马特爱的生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尽强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和画学家汪德西 宝贝啊 玩什么呢 玩得这么开心啊 爸爸 我们在玩小火车 你看车还玩了 宝贝啊 你知道这些玩具都是用什么做的吗 钢铁 还有塑料 爸爸 你问点有技术含料的问题好不好 好啊 那宝贝 你知不知道塑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塑料 就是塑料呗 用来做玩具的 对吧 小怪 不是的宝贝 塑料的种类很多 而且不只做玩具这一个用途 对啊 宝贝 塑料的用途是很广泛的 它可不仅仅是做玩具的 宝贝 你信不信 塑料还能做汽车呢 我信啊 我这就有啊 哎呀 宝贝 不是这种汽车 是真正的汽车 能载人的汽车 能载人的汽车 不会吧 哈哈 不知道了吧 老爸告诉你啊 咱们国家有一位教授啊 就曾经用塑料制作过一辆小汽车 这么厉害 爸爸 那谁不得那辆小汽车啊 哈哈 宝贝 想听吗 老爸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怎么样啊 呵呵 好啊 好玩 发明小汽车的呀 是我国的核化学家汪德西 他呀 他是我国著名的核化学家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核工业研究生部教授兼名誉主席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西教授 小树签 你干嘛呀 哎呀 说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咱们还是进书里看看吧 哎 宝贝他爸 再见了啊 这个小树签就喜欢出风头 不行 看来我又得教育教育他了 小乖啊 啊 什么事啊 你也去书里吧 小树签啊 做事太马虎 你去保护宝贝 这可是核化学啊 知道了 你放心吧 宝贝啊 这就是汪教授年轻时工作的地方 天津大学 汪教授从1952年到1960年担任天津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 制造出了宝贝理想看的汽车 还好我小树签机理 不然这次又要被小乖抢先了 嘿嘿嘿嘿 这就叫先下手为强 他现在住在这里吗 咱们去看看吧 咦 小乖 你怎么也来了 我还保护你啊 什么什么 小乖 你要搞清楚啊 这可是我的地盘 还用得着你保护宝贝 带你回去吧 这没你的事 我是送宝贝老爸为我来保护宝贝的 你的话 我不听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可不要吵嘴啊 咱们一起去看不就行了 哼 我小书签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计较 哼 宝贝咱们走 嗨 汪教授 最近可好啊 是小树签啊 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你身边这位是 这是我的好朋友 洛宝贝 你叫他宝贝就行了 宝贝 这是汪教授 你好啊 小姑娘 汪教授好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有课要上 必须要走了 你们随便转转啊 我上完课再找你们 行了 您走吧 上课重要 我们随便转着就是了 嗯 那好 我上课去了 小树签 咱们去哪啊 随便转着呗 就让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摆个全数的原配书签 好好给你讲一讲汪教授的故事 嗯 你又来了 我说的是事实嘛 听好了啊 汪教授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前 曾经在南开大学任教 再之前呢 他在美国的一家塑料工厂工作 啊 怎么忽然就说到美国了 小树签 你说得清楚些好不好 清楚 哈哈 老代还是听我说吧 1941年 汪德西考取了清华赴美工队留学生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学习 他工作研究生的时候 在美国的一家塑料工厂实习 多嘴 谁让你说话了 我就让小乖说 怎么了 不行吗 小乖 你想说就说 我支持你 哼 行 那我就再一次的大人游大量一回吧 不过小腿袋 你可别过分 说得尽量简单些啊 不然 我可不客气 哎呀 小树签你有完没完啊 接下来汪德西怎么样了 然后他就 宝贝啊 干什么呢 哎 爸爸 我们在天津大学呢 我正在听小树签讲汪德西的故事呢 天津大学 好啊 正好老爸也知道一些 宝贝 想不想听听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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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说吧 嗯 汪教授在天津大学任教的时候 做一名优秀的高分子化学家 他研制成功了 用林本三分和康权合成 叶布式塑料和叶布式塑料 并且还制造了一个玻璃缸的汽车外壳 这个 它是国际首创啊 哇 首创 这么厉害 可是爸爸你刚才说的 我没听懂啊 这个 他研究的东西啊 专业性很强的 老爸还真不好依次跟你解释清楚 还解释什么呀 直接去找汪教授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是吧 宝贝 好啊 这倒也是个办法 那宝贝 你们去找汪教授吧 老爸正好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爸爸再见 再见啊 早点回来 知道了 走了 去找汪教授喽 哎 别急呀 等你等我 嗨 汪教授 干什么呢 哦 是小树天啊 我正在做用林本酸分和康泉合成热固性塑料的实验 而且马上就要成功了 你们等一下啊 他在说什么呀 我一点都不明白 慢慢来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哎 又是这句话 没意思 宝贝 不如我们去看这个实验成功后的产品吧 很有意思的 好啊 咱们走 频道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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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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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asi ätzege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stud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里就有许多玻璃缸的制品 游乐园 我怎么不知道 爸爸 你去找我去游乐园玩好不好 啊 不是刚去过吗 这个 老爸又有事了 再见啊 再见 爸爸被我吓跑了 小树车 我们现在去哪 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敢不敢 危险 什么危险 到了就知道了 小乖 你敢不敢来 我要保护宝贝的 当然要去 说的真好听 小树车 这种什么危险的地方啊 不就是沙漠吗 宝贝 你太小瞧这片沙漠了 在我们脚下 埋着我国的第一颗核武器呢 现在是核武器的实验阶段 这个实验 有汪教授参与 他们就在那边 你个小水片 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敢带着宝贝来啊 没事的 要是真危险 我怎么会带宝贝来 放心 有我小树车呢 没关系的 别忘了 这可是我的地方哦 小树车啊 你们怎么在这啊 啊 我是想 想什么想 赶快离开这里 这是机密实验啊 而且还很危险 快走快走 真是胡闹 好好好 我们马上走 马上走 哎 你们等等我 但是 小树车 这是哪啊 这是汪教授 给研究生上课的地方 怎么他还给研究生讲课啊 感觉他好忙啊 汪教授可不怕忙 他啊 虽然岁数大了 可是一直都很爱护和关心 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 所以他建议 建立一个核工业研究生部 研究生部建立后呢 他就要求亲自给这些学生们讲课 这样啊 可是你说 汪教授岁数大了 岁数大了还能讲课吗 不是年纪大了 就要退休的吗 谁说不是呢 汪教授的秘书也经常劝他呀 劝他不要这么拼命 可是宝贝 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 汪教授就说了 这没有什么 我爱接触青年学生 我爱接触青年学生 他们是我国科学的未来 我老了 他有责任 为青年铺好路 好让他们早日起飞 宝贝你看看 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呀 啊 真的呀 别说了 汪教授来了 同学们 你们好啊 汪教授好 都坐下 坐下 今天 咱们讲一讲 我国的核子工业的 未来方向 这位同学 什么事啊 汪教授 我们听说您英语很棒 是真的吗 英语 我确实是晦气 不知道这位同学 想说什么呀 既然汪教授 您英语很好 那不如您用英语 给我们讲课吧 还能锻炼一下 我们的英语听力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汪教授 您就用英语 给我们讲吧 好好好 你坐下吧 既然大家想听 我用英语讲课 那我就用英语讲吧 不过大家要认真听啊 不惠的地方 一定要问 小书家 他在说什么呀 说英语啊 哎呀呀 我听不懂啊 小书家 咱们还是回去吧 这么快就想回去了 宝贝你听 想得多好啊 小书家 你这气人 我根本就听不懂嘛 好好好 那咱们回去 嘿嘿 回家咯 小乖 你再给我讲讲 王德西的故事吧 好的 王德西在老年的时候 除了教学之外 又把科研方向 转至各种放射性核素 如何处理方面的研究 其目的 是被放射性废物 永久处置库 如何选址 提供有关的数据 行行行 宝贝 这个我知道的 小乖 我来给宝贝说 为什么呀 是宝贝让我讲的 你们两个别吵了 宝贝你别管 这是我跟小乖的事 你有我讲的好吗 你有我讲的有趣吗 没有吧 没有就一边待着去 别在这碍手碍脚的 你就会欺负人 我不要你讲 我去玩了 走小乖 哎 在哪都有竞争啊 啊 我的玩具呢 宝贝 怎么了 我的玩具不占了 我当时什么事呢 吓我一跳 你的玩具啊 我给你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为什么要收起来呀 你看你玩的 哪都是 哎 我进来的时候啊 怕给你踩坏了 所以就收起来了 这样 我还以为玩具 都被小老鼠掏扫了呢 哪有老鼠啊 宝贝啊 下次玩完玩具 记得要收起来 爸爸我知道了 那个宝贝啊 这次去见科学家 有什么感触啊 有啊 玻璃缸的汽车 好漂亮啊 宝贝 你知道吗 那个玻璃缸的汽车呀 还有一个故事呢 故事 什么故事啊 是这样的 汪德西制作出 这辆玻璃缸汽车外壳后 受到了各方面的 关注 他还得到了 嘉奖呢 哇 这么厉害 是啊 他后来又坐过一艘 玻璃缸的小船 国家领导人呢 还曾经在这艘小船上 接待过外宾呢 玻璃缸的小船 肯定很漂亮 当然漂亮了 可惜啊 宝贝你回来的太早了 不然我还准备带你去看看呢 要不是你把我们带到什么食言核武器的地方 我能那么早就回来吗 后来不是又带你去课堂了吗 行行行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这个汪教授在核卦学方面 那可是很有成就的 所以呢 我才带你去看一下核武器实验的情况 真是这样吗 那是肯定的 汪教授您老人家对国家贡献了这么多 我身为百科全书的原配书签 有责任 有义务 把您老人家为国家所做的一切 清楚的展现给后人了 你又来了 我还不知道你 叫你跟我学点知识吧 你就推三赌四 一会儿不见你 你就能给我惹出乱子来 这次更离谱 你居然带着大家去核弹实验的地方 那种地方是可以随便去的吗 好了好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老人家就少说两句吧 当着这么多人呢 你觉得丢人了 那就记住这次教训 下次可千万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我知道我知道 您老慢走 宝贝 咱们接着讲吧 你们怎么玩上了 我自己讲 我补充一下 汪德西 1913年9月27日出生 是适于2006年8月8日 享年93岁 他一杯杜熟颇多呀 有化学在国营经济中的作用 清水堆核燃烧循环中的落干化学问题 重位速分离与核科学技术 核化学工程 汪德西文集 等等等等 汪德西 小树签啊 你就别讲了 都没人听你说 你还是帮我去做实验吧 也只能这样了 追不上了 小乖 你不够朋友 是你自己试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好 停 总体不错 但是呢 小关 你这个情绪呢 不够饱满 小关 你单独的来一下 是你自己试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好 棒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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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好 我 我 我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